限期格格式的转换 那么格式的转换主要是指CAD 像我们限期格加工的这个软件的转换 当然也有反向的 也有反向的 但是我们试过了 CXA有时候它是成功不了的 现在我们就基本上就是CXA转CAD不行 它有这个接口但是不行 那么最主要的 我们要注意的是 如果是我们的加工电脑 像HL的这种加工电脑 用的是奥特P 奥特P的话 你要注意的话 文件名里面不可以是中文 不可以有中文 那么最多支持英文或者是数字 或者是英文和数字的组合 或者说一些允许的特殊符号 最多是八位 八位的英文 可说的话不出错 不出错 CXA倒没有限制 CXA支持中文的 那么在转换之前 要注意的是 像我们这种图 它是粘在一起的 这种称之为多线段 多线段 这种直接转换是没有用的 招来兵器操作不了 包括CXA 不管是CXA或者是RTP 处理不了 甚至RTP打都打 打开什么都没有 就是这样的 只有一部分 那么在RTP转RTP之前 最好在CXA里面 把这个影线打好 比如说过这一孔 这都是小丁孔 最好是把影线都打好 演示一下 把影线打好了 咱们才转过去 这样的话要方便一点 在RTP那边 画影线是很麻烦的 然后呢 然后要分解 把它全选中 可能先执行命令也可以 在这个修改里面 这是D版本的 就是下面这个 或者在工具条里面 修改的工具条 就下面这个这个鞭炮 或者你直接输入X也可以 然后就全部分解了 然后这些就变成独立的了 然后这 没分解到 没点到那个命令去 然后现在就分解了 现在就是独立的 这样才可以处理 然后我们就另存为 另存为 然后再我们存在桌面上 注意文件类型 DWG 这个文件类型 我们有时候 我们的这边 显哥那边的软件 肯定处理不了 可能处理不了 也不是完全的 但是我只是告诉你 这个DWG 有时候这个文件处理不了 然后我们要选择最后这个 是个R12这个版本 这个是兼容性最好的 那么至于像什么NX啊 这些三维软件一样的 一样的牛的有DXF这个接口 一样的 选这个啊 那么我们通常来说是 选择我们客户的缩写 客户的缩写 然后呢 输入日期 0226 然后呢 这还只是六位 可以输入八位 然后呢 输入今天的第一个文件 因为你一天不可能 只是总 不可能总是 只割那么一个文件 所以说呢 后面还有一个代号啊 日期 这个缩写日期 然后加个代号 然后这就是八位了 你再多了就不行了 你再多了 R2P5这个软件打不开啊 打不开 我们直接保存 另外还有一个注意的是 R2P对于图源的要求 是有要求的 你不要 不能太多 太多了 它直接就崩溃了 直接就 打都打不开啊 进去了 它会退出来 就是这样的 然后呢 没有中文 不是说没有中文 里面的这些有注释的 这些R2P5是不支持的 但CXC是支持的 这个也支持中文名 然后我们打开R2P R2P++啊 这个R2P++ R2P还在这里 这里才是进入R2P啊 然后我们导入啊 导入这里有个导入 在上面啊 下面是3B操作 上面是文件操作啊 然后导入 在桌面上 这个全这个打开 这个时候显示成功 打开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时候 你直接进入R2P 是没有的 你要把这个关掉 或者你进入两次 也可以啊 进入它 然后关掉 退出来 然后再进入一次就可以 它这是个软件的缺陷 然后我们再打开 再进去 要等待啊 进R2P要等待 然后黑屏 电脑会黑屏 然后就进来了 就是这样的 这是正常的转转进来了 然后你就该怎么送出 就怎么送出了啊 今天只说这个格式转换 然后我反向想导出的话 导出直接导出就可以了 导出它桌面 我输入另外输入一个名字 三个五啊 三个五保存 正确显示也成功了 三个五成功 OK 桌面上有没有三个五可能要等时间啊 它这个会有 以前没有延迟啊 今天有延迟啊 等一会再说啊 等一会再说 那么如果是 我们把这个关掉 有延迟 等一会应该就转换了 应该就好了 我们说这个CXA CXA CXA呢 这文件里面直接有数据接口 直接读入就可以了 这上面第一个啊 数据接口 读入 然后选择文件类型 然后是打个这个啊 打开 其他点取消就好了 就是这样的 就这样了啊 你说我想转出去 数据接口 然后 输出在下面啊 输出在下面 你也可以输入outp啊 输入outp 然后最主要的 我们主要用的是什么 outp输出 但是一般这个是用的少 主要是这个输出啊 但是输出这个输出 CXA输出的 CED不一定接受 我就告诉你们这一点啊 这里有个outp文件可以读入 可以读入啊 可以读入 其实这个DAT好像就是outp啊 那么读入的话 主要是第一个 还有一个是这个啊 其他的基本上我们就没用 不知道什么鬼文件格式了 你输出的话 输出这个CED的话 CED不一定接受 这个我对文件名没有限制 可以读中文啊 也支持中文注释 有注释的话 他也能打开 哎 这三个五怎么反应这么慢呢 一般来说是可以的 以前没有这个延迟 是这种这么厉害的 然后我们来再说把这个文件 烤到U盘复制 然后烤到U盘里面 粘贴 只有这一个啊 其他都是3B文件 然后把这个U盘取掉 我们再看到在HL里面 它是怎么转换的 HL这边 HL这边我们把U的U盘插上去啊 需要注意的是 就是这种U盘 目前市场上有两种 一种是2.0版本的 又是3.0版本的 3.0版本的反应速度会比较快 可能在一秒到三秒之间 那么还有一种是2.0版本的 反应速度在三秒至五秒之间 可能会更长一点点 它这个不是你U盘坏了 而是你U盘的版本的问题啊 3.0的可能贵一点 就是相同容量的下 相同容量的情况下 3.0的要贵一点 好 现在我们在主界面 这里有个文件掉入啊 直接点回车 这个时候是虚拟盘 虚拟盘这个虚拟盘 所有的文件 虚拟盘就是本机 就是你加工电脑上面的 这些加工文件 它只是一个虚拟的 它就是临时存在的 在你不关电脑的情况下 你不删除它的情况下 它会存在的 如果你重启了 不是断电了 地盘里面的文件是不存在的 就全部消失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 调入啊 调词盘 调盘 这个时候有几个盘 图库是这个加工电脑的 存储的地方啊 你可以存在图库里面 它就不会消失 另外一个是虚拟盘啊 刚才说了 还就是U盘的盘腑 如果你能跟主机联网 基本上这个U盘就用不上 那还有一个U盘 还有一个U盘的盘腑 是你主机上的 那你尽量就不要在主机上去操作啊 然后你插不插U盘 这个盘腑都会存在 但是如果说你没有插 你存到这里来啊 从这里掉 它是会出错的 好 我们移动到U盘 这是我们刚才保存的文件 这是E盘里面的文件 移动到上面 然后我们另存为NF3 存盘 存到D盘来操 地盘来啊 藏过来 可以直接操作吗 其实也可以的 但是这样可以简单一点 也不会破误啊 也不会损坏 你这个基础文件 好 推出去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需要用到格式转换 格式转换 DXF转DAT 那么还有一个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基代码 转3B代码 下面这个是3B代码 转基代码 这个就用的非常少了 因为我们也不懂 基代码 不懂啊 3B代码大概知道一点 就是这个文件 转换到 那就不用说转换到哪里 它就只会直接转换到地盘啊 直接按灰色 转了 成功了 OK了 OK了以后 我们这里有一个 两个绘图编程 那么以前只有一个啊 现在有两个 两个我们用下面这个 先用下面这个 这就是RTP 就是我们主机上的刚才那个 输入文件名1 直接输入文件名多少 是HK0226 B1 好 这个时候就转进来了 就直接你想怎么转 想怎么操作就可以了 推出去 我们只说这个可视转换 那么还有一个 或者编程 是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你用数 取取接口就好了 输入2 然后呢 文件并入1 按1 好 就是这个 它就直接这就是CAD文件 就可以了 你不用转的 直接按回车 直接载入就可以了 就是这样的 然后你可以正常的操作 就可以了 好 推出去 那么还有一个是这个3B文件转DAT 转CAD格式的文件 这个 它就是作用是什么 就像说你这个圆图纸删删掉了 现在你删 但是你又有3B程序 或者你还检查你这个3B程序 说你这个东西割好了 但是像检查一样 你这个3B程序是不是拿你出问题了 就是说 它都孔啊 哪里有不对的 需要检查的话 但是你这个3B程序又存在的情况下 那我们可以把它反向转出来检查 这个在 这个 那么现在我们用数据接口 数据接口 这个3B程序输入 掉一个3B程序 这个很明显不是CAD的文件 这个是3B程序 我这个是特殊的 有点特殊 然后呢 然后我们继续用数据接口 然后输出 按2 这个时候我们输入一个文件名 比方说输入个333 保存 保存 这个时候就保存了 输出成功 现在我们退出去 退出去以后我们把这个文件 看一下有没有油 我们保存到U盘 不散 反向保存到U盘去 OK了 好 我们把U盘拔掉 我们 好了 到主机那边 我们把它打开 打开在U盘里面 U盘里面333 打开 这就是我们送的3B程序 我们可以查 我们可以检查这个3B程序有没有问题 看这个CXA 它打的程序 它是不同的 它把这个圆分成了两部分 也就是说 它这个 你这个送这个用CXA送这个圆的程序的话 正常情况下 Auto PC有三段 但是它有多一段出来 可以正常检查 改一下 自高不对 这个是25.8 简单 这个是肖定 肖定来说 它是12 真正12 是12.02 看见没有 11.83 那这程序是打的105 0.105 0.105的话 单边 那两边就是0.21 0.21 Auto 放了3个词 0.1的打的0.1的程序 打的0.1 我看一下 看一下 知道是多少了 然后是 这个吗 0.1 打的是0.1 0.1就是双边加0.2 那就是12.03 那说明它这个孔源是 图纸上是12.03的 看一下